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大陶子小西瓜 欢迎来到我的个人频道 今天是直男改造计划的第二期 用800块的资金来改造自己的穿搭 所以我会成功吗? 我又来到了虹桥天底 就是我第二支VLOG里面看电影的地方 现在我想先去H&M或者是GAP看一下 然后再去楼上的鱿鱼裤 我现在来到了H&M 其实上次来已经是好久了吧 上次买衣服 然后应该有一个多一个两个月了 所以这次一定要好好挑一挑 首先我比较喜欢白色 然后非常的宽松 穿着应该很舒服 这次我想挑一些偏质地柔软的 或者是压麻的一些衬衫 其实我特别喜欢衬衫 那我这次就主要就挑一些衬衫 来试一试 先放这一下 H&M也是我平时光顾的比较多的一个牌子 因为它首先价格比较的平价 而且板性也非常的多 款式也非常的多 让你选择起来呢 有很大的选择空间 看到了非常不错的一件 待会去把它换起来试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大小哪个合适 所以我就拿了两件 借鉴 借鉴也拿上 其实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在网上去买衣服了 因为我觉得网上买衣服 可能这个马术会买的不合适 因为以前就买了很多次 然后发现这个 马子不是大了就是小了 然后也懒得退 所以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在网上购物 那现在就该就解这个马术的问题了 这一条好像偏大 我们挑一会 待会在时间再见 我第一次拿就拿了这么多 因为我觉得这几个版式都很不错 然后我想都试一试 那这次拿了非常多的衣服 所以那接下来就是试穿的时间 第一件有点失败 所以忽略它 那第二件呢 也是一件藏青色的一个衬衫 搭配一条 偏墨绿色的一条裤子 本身总的来说搭配我觉得也非常的不错 但就是这个裤子的尺码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大 那这条裤子呢 我最后也没有找到合适我的尺码 因为最后如果裤管合适的话 腰就会大一圈 所以这裤子也没找到合适的尺码 也非常的遗憾 那衣服的话扣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 第二件是一个格子衬衫 这格子衬衫其实质地来说非常的柔软 摸起来非常的舒服 但好像搭配来说 和目前的就差了一些 所以最后我没有选择 那第三件是我到目前为止最喜欢的一件 就是一个也是绿色跟藏青色相间的一个格子衬衫 搭配起来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裤子的话 我就去优衣库看了一圈 那搭配的低贱我觉得也不太满意 虽然好像搭配比较合适 但总说不上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所以最后也没有买这条裤子 第二条是一条宽松一点的牛仔裤 我觉得它弹性非常的不错 然后穿起来也非常的舒服 所以这条裤子我当时就 二号不说就决定买了 然后其实这一次来 我主要想也买一些就是比较宽松的休闲裤 那第三条就刚好合我的心意 是一条黑色的比较宽松的一条休闲裤 穿起来比牛仔裤还要舒服 这条我非常的喜欢 那第四条我是又折回了HM 我想看看我到底会不会有一个简楼 所以我又剪到了这条裤子 为了方便区分我给所有的衣服裤子编了一个号 衣服编为AB 裤子编为123 那当我的相机把前两套都拍完的时候 刚好拍到第三条裤子的时候就很尴尬的 我觉得没有电了 这非常尴尬 好的那今天的视频也就到这里了 那至少我自己觉得算比较成功吧 因为我觉得搭配衣服首先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穿起来舒服 那你觉得算成功吗 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让我投币点赞 关的收藏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主角 我们下期见 片子 比较 不知道 correctly